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合理之一,顛覆歷史 大家好,我是陳啟鵬 今天又來幫各位顛覆歷史了 那今天要顛覆歷史主題是什麼呢? 那就是孫中山 那講到孫中山,我們就要先講到在辛亥革命期間 有兩句話非常的流行 那就是孫氏理想皇室實行 那孫就是孫中山,皇就是皇星 那說的是孫中山在後頭宣揚革命 可是拋頭顱灑熱血的卻是皇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皇星他親自參與了好多次革命 在當時革命黨人之中 地位是非常的崇高的 尤其是武昌起義之時 皇星得到消息 立刻從上海趕來漢口 主持大局抵抗清軍 所以後來他也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暫時總司令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他在當時的重要性 所以事後17省代表在南京大元帥府會合 來共同推舉總統候選人 他們以皇星有功於國 那希望推舉他為總統候選人 那我們要問黃星這個時候的反應為何呢 那他是這麼對眾人說的 他說 孫先是同盟會的總理 他為回國時我可以代表同盟會 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 我若不等到他到戶 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 將使他感到不快 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 所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其實還是以孫中山為總理 而且你注意最後這幾句話 他說 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 但因幾個領袖互增權力終至失敗 我們要引以為戒 所以各位你看他這一段話 是不是真的是以大局為重 而不以個人利害或權力為主 所以其實如果當時他接受下來的話 我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歷史將會改寫 那也因為他這樣子功臣不拘 以大局為重的胸懷 所以有人才說 他的表現比孫中山更像國父 那於是我們就要問 那既然黃新的地位如此舉足輕重 那為何到後來默默無聞呢 那要從他跟孫中山之間的一場決裂講起 那這一場決裂跟一個人有關 那就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 宋教仁 因為宋教仁在1913年時被暗殺 兇手到底是誰 當時沒有人知道 不過許多人都懷疑是 元世凱 因為宋教仁的主張會影響到元世凱掌握大權 那所以當時該怎麼處理元世凱呢 那這就變成有兩派不同的意見 那第一派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主張用武力解決 他說了 總統只死暗殺 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 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而且他不只是提到這一點 還特別提到一點 不戰必然要被消滅 戰成敗未可知 與其不戰而被消滅 不如戰敗而發揚我們革命精神 所以由這個地方可以發現說 孫中山覺得法律沒有用啦 對這些掌權者是毫無約置信的 那唯有一戰才能夠讓他們心生恐懼 而且他是不計一切代價 也都要對元世凱發起革命 發起戰爭 那不過這樣的主張 卻遭到黃鑫的反對 那黃鑫認為應該用法律解決 那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民國已經成立 法律非無效力 那對此問題以辭以冷靜態度 而待正當之解決 意思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太衝動了 馬上就否定法律的作用 不是怎麼知道呢 而且黃鑫的用法律解決 他認為有三大作用 一來是透過法律審判可以讓元世凱的罪狀被定下來 那二來訴諸法律也可以公諸於世 讓國人激起公憤 那三來先禮後兵 也就是先用法律解決 解決不了再用武力 也可以顯示革命黨人的大公無私 所以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無可厚非 蠻有道理的對不對 可是孫中山聽不進去 那聽不進去之後 他一意孤行發起所謂的二次革命 那我們都知道二次革命當然會失敗 為什麼太倉促了 你在這麼倉促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好好的對付有恃無恐的元世凱 所以後來二次革命失敗之後 大部分的幹部逃往日本 而此時孫中山總結失敗原因 一是不統一 二是不服從 尤其是不服從領袖的意見 那這樣的一個結論 那就擺明了 是把二次革命失敗的過錯 全部歸諸到一個人身上 那個人就是黃心 好那重點是兩個人的決裂 也影響了國民黨的合作 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 原本就是由三個團體所組成 一個是孫中山的心中會 一個是宋教人的華心會 還有就是張秉玲的光復會 那其中華心會 其實也就是黃心所呆的地方 那宋教人一旦過世 那當然也就是黃心為領導人了 所以兩派人馬互相攻擊 而就在這個時候 孫中山總結了自己失敗的原因 時候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什麼想法 他認為說這種各自為政的國民黨 不是我要的 我要一個新黨 完全聽我孫中山的 所以他決定把國民黨改組為 中華革命黨 而且他的中華革命黨 還特別規定說 所有人都要服從我孫中山的命令 所以他還有把那個黨員分等級 那他把黨員分為三等 一等黨員為首益黨員 擁有所有的權利 那二等黨員則為協助黨員 擁有選舉權跟被選舉權 三等黨員為普通黨員 而且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 你看這樣子分等級也就算了 他要求大家所加入的宣誓誓約裡面 你可以特別注意到裡面有五點 說是要實行宗旨 聖施命令 敬中職務 嚴守秘密 四共生死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後面這句話 他說要 擁守此約 至始不渝 如有惡心 甘受即行 各位聽到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孫中山 太過專制了 比慈禧還要慈禧 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他這份誓約 還要叫大家蓋章簽字 那你說黃興等人怎麼能夠接受 你孫中山一聲說要民主自由 結果現在做的事情比慈禧還慈禧 比專制還專制 所以當時黃興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局面鬧得很僵 那這個時候 胡漢明等人出來打個圓場 他說這樣子好了 我們做一點變通 不要寫服從孫中山 來寫說服從總理嘛 誰是總理 那反正總有其他人可以 那至於同盟會的原本的會員 那他原本就有功於國 也不用簽字了 因為他們早就決定拋頭顱撒樂學了 那這個就是在給兩個人一個台階下 那只要兩個人各退一步 那這個時候 那至少就不會造成分裂 可是你知道反對的是誰嗎 居然是孫中山 因為孫中山堅決不肯退讓 他認為說 我就是要有足夠的權力 才能夠如必食指 能夠掌握大局 發起革命 才能夠成功 所以不退讓的是孫中山 不是黃鑫喔 所以這個時候 黃鑫當然無法接受 他拒絕加入 堅決不加入 那於是後來孫中山 還是成立的他的中華革命黨 可是裡頭沒有黃鑫 而且事後 孫中山還寫了一封信給黃鑫 裡頭是這麼說的 你看看他的內容 他說 有一極要之事 求凶解決者 則望禁止兄之親信部下 對於外人滯後 絕悟再言 中國軍界據是 聽黃先生之領 無聽孫文之領者 意思就是說 現在大部分軍界的人 都聽你黃鑫的 不是聽我孫中山的 還有傳言說 我孫中山領導的人 都是無知少年跟亡命之徒 各位 一定是他聽到外頭 有這樣的俄語 才會反過來要求 黃鑫要約束部下這麼做 可是他黃鑫的部下 是故意散播這些謠言嗎 也許未必哦 然後更重要的是後面這兩句話 他說了 今後地欲為真黨魁 不欲為假黨魁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大家都聽你黃鑫的 沒有人在聽我孫中山的啦 各位你看這話有多酸啊 說寧願自己要當真黨魁 不要當假黨魁 那就代表了說 他對黃鑫在黨內的地位 隱隱隱鑫鑫鑫 他孫中山之上 沒有其他人 所以各位從這裡你就可以發現說 孫中山一直都是黃鑫心目中的最佳領袖 那黃鑫即使跟他有所決裂 黃鑫也沒有背叛孫中山 反而是孫中山自己心懷鬼胎 總覺得人家對他別有惡心 你看看兩個人的高下是不是就此看得出來 那後來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呢 袁世凱稱帝失敗 那稱帝失敗之後 因為後來沒多久就過世 那黃鑫就回國 回國之後他跟孫中山恢復往日情誼 那兩個人有沒有因為這次的大決裂產生疙瘩 我們不得而知 因為沒有多久黃鑫就病逝了 所以各位聽到這裡你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黃鑫如果活得再久一點 然後他的情操再高一點 他的影響力再大一點 是不是就能夠取代孫中山國父的地位呢 有沒有道理 好 那我們就要問了說 孫中山一生行事頗多爭議 那為什麼他會被尊為國父呢 那這就要講到一個 自認是他信徒的一個人 那這一個人就是蔣中正蔣介石 好 那講到蔣介石 各位一定有看過這一張 他跟孫中山的合影 那這一張照片的感覺 隱隱有 他是孫中山接班人的味道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各位 這一張照片居然是偽造的哦 那怎麼說呢 原來是後來有人公佈了真實的照片 就是這一張哦 好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原本左邊這一張原版的照片 是有三個人的 那這一張是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照片 那裡頭還有兩個人 分別是何應青跟王柏林 可是蔣介石覺得說 這樣子擺在一起 沒有辦法凸顯我是接班人的味道 所以特別要人把它串改 串改成右邊這一張 那你當然會問說 這件事情是怎麼被爆料的 是其中的何應青很不爽 我怎麼就這樣被抹煞掉了呢 所以在蔣介石過世之後 他初出把這張原版照片公諸於世 這個時候這樣的一個照片之謎 才真相大白 那了解蔣介石會幹這種事情 他會用美圖繡繡或美顏相機 來串改照片之後 我們再來看到 為什麼他會讓孫中山成為國父 來去造神 你就可以比較清楚他的原由了 好 那首先要講到的是 國父一詞的出現 其實來自於孫中山逝世當天 那當時盧少記 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東西兩國父 那所謂的西方的國父 就是指美國的華盛頓 那東方的國父 他認為應該比你為孫中山 那他在內文是這麼寫的 他說 孫先生為三民主義而鬥 四十年如一日 即使者時餘次 其精神毅力攻擊教之華世 也就是華盛頓有過之而無不及 理所當然英為國父 那也因為他這麼寫 後來許多的晚聯 包括各界的吊念詞 也開始尊稱孫中山為國父 那隨後 蔣介石在東征期間 召開了孫中山級 將士的一個追悼大會 那他在會中還特別尊 孫中山為國父 那也因為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越來越高 所以後來1940年時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 就決議 把孫文尊稱為孫中山 而且搬行全國通行 那所以孫中山是國父的地位 就此定下來 那當然也不是沒有人質疑這樣的一個稱呼 那譬如說 在美國紐約華文媒體中美週報上 就有人投這麼一篇文章 他說 敬夫先生 屢稱孫文為國父 帝書不解 我之國 美國稱華盛頓為國父 西因其無子 國人哀之 故稱他為父為開國先鋒也 但孫文已有子有孫 何以亦稱他為國父 意思就是說 華盛頓是因為沒有兒子嘛 所以大家把他尊為國父 可是孫中山有子有孫 怎麼能夠稱此尊號呢 所以這在當時就已經有這種質疑的聲浪 而近年來也有人提出質疑 而且還認為說 有一個人更適合當中華民國的國父 那這一個人就是楊麒芸 那說起楊麒芸 各位對他一定很陌生 那其實他就是新中會的第一任會 所以你看到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的後方 就是孫中山 那你從兩個人站的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楊麒芸比孫中山的地位更高 因為楊麒芸是第一任新中會會長 孫中山是第二任 那所以如果當時楊麒芸在新中會的第一次起義就成功了 這個的話我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歷史真的就要改寫了 中華民國的國父真的就會是楊麒芸 而不是孫中山了 好 那不過儘管陸陸續續有這許多的質疑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建立的一個關鍵人物 他的功勞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他真的從事革命四十餘年 一直到死都還在為革命奔走奮鬥 所以你說孫中山擔任這個國父是不是名不符實呢 我個人認為如果就現有的種種大家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孫中山還是有他關鍵樞紐地位 所以他擁有這個稱號應該是沒有名不符實啦 那不知道各位是否認同 那是否認同 我個人認為說來比較多的 說一句話 你是否認同 你這麼一句話